燒了 燒了 燒了嗎 燒了 燒了 燒到了 這天燈怎麼和一般的不太一樣 在空中自燃 最後還化為灰燼消失的無影無蹤 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這樣才成功吧 環保天燈成功 原來這是全新的環保天燈 底座用的就是這種 比一般天燈只更堅固的雞蛋和紙材 靠著引線天燈只要飛到五百公尺高空 就會在空中自燃 為的就是要避免發生這種狀況 馬路中央一顆天燈從天而降 釀成車禍甚至引發火災 類似事件在新北市的平溪時有所聞 不僅危險更不環保 一群年輕人花了一年半時間 研發出這款全紙天燈 既能避免掉落發生意外 也不會產生額外廢棄物 它大概在飛行四分多鐘左右 它就會從中間的底盤然後開始燃燒 然後把整個底盤燒掉之後 就會把上面的天燈子也一起燒掉 鐵絲網或電工交互的這些材質 都是沒有辦法在山林裡面被分解 傳統天燈的支架材質全都不可分解 燃放後造成大量垃圾 環保天燈則能完全燃燒殆盡 一年就能減少四點五噸的垃圾量 目前已經進入募資階段 最快明年就能在平溪的空中 看到它的身影 撕開封膜插入吸管和手搖引 但你發現了嗎 這些全都不是塑膠製品 而是環保的石頭紙材質 用百分之八十的大理石粉 和兩成的聚乙烯製成 六個月內就能自然分解 有效降低垃圾量 從天燈到吸管 全都主打環保令污染 就是希望能把對環境的影響 降到最低 記者全面把我負責 太不到